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清水洗脸这件事情是主体 你可以发现在脸部的接触性皮肤炎 甚至身上接触性皮肤炎 医师都会叫你说你把所有东西停掉 但在科学上这个叫做去除干扰因子 所以我们常常会叫病人说用清水洗脸 那只是我们进入肌肤监测以后 这大概是二十几年前 我们进入肌肤监测以后突然间发现说 如果你清水洗脸够长 比如说以前我在当市立院的主任的时候 我们就叫病人清水洗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可是我们做基督间测常常发现 当你叫病人清水洗脸十四天二十八天 你会发现从十四天开始 他的皮肤会变得比较健康 然后开始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皮肤会从健康变不健康又变健康 他会开始出现一些生理的反应 因此我们才会把传统皮肤科医师的清水洗脸 拉长到至少十四天 十四天的过程主要是这样 清水洗脸这个是我们整个皮肤科医学界的重点 当你发现刺激的时候 我们就把刺激纸拿走 那这个是一个至少科学上的比对方式 你就当作对照主吧 好不好 那只是我们发现十四天里头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当你让皮肤休息 你让皮肤休息 他才有能力做反应 因此如果你把传统皮肤科医师的清水洗脸拉得更长 你会发现一开始他的皮肤是改善的 后来他的皮肤是恶化的 然后恶化以后他会奇怪的排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就是清水洗脸就可以了 所以类似你去跑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排痰 你就会开始肚子痛想要上厕所 这是我们的生理反应 然后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 当你排完痰然后你上完厕所以后 你会发现你突然间变得比较舒服 所以十四天不洗脸是一个起始 它是一个让你皮肤休息 然后启动治愈过程的一个反应 那这会产生一个波浪的表现 这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 洗脸要不要洗面乳应该分两段谈 如果你是正常人 其实你是可以用洗面乳 那我们要求清水洗脸并不是我们反对洗面乳 而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来找我们的人 都是敏感肌已经受伤到很厉害 那这些人他们稍稍使用洗面乳就受伤了 因此在所有的皮肤科医师不是光我们 所有皮肤科医师都会请他们这时候停洗面乳 所以第一个敏感肌受伤很严重的 没有资格用洗面乳 第二个在我们说实验的对照组 跟那个实验组来说 我们总需要一个比对嘛 那你把洗面乳停掉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 譬如在没有洗面乳干扰的情况下 因为跟各位讲一下 我以前遇过一个病人 我跟他说你回去洗脸轻一点 然后他说对对对 他洗脸很轻 他只是洗面乳搓50下这样 然后你就说50下听起来不多 可是你就看到这样洗 所以当他不再用洗面乳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比较标准化他的修养过程 所以因此很多的皮肤科医师不只是我们 在叫病人清水洗脸的时候 事实上是会停洗面乳 因此这题的答案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正在休息 你希望让皮肤修养 你想要知道清水洗脸真正的结果 请你把洗面乳化妆水乳液都填掉 我们要观察皮肤真正的修养的表现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人 在适度的情况下 你其实是可以用洗面乳的 这个我们不反对